明天几点下班 六点下班啊 怎么了 差不多十点吧 早点下班 不行 我前天也早退了 那就请假 关于爸爸的事 我要找你们商量一下 爸爸 好像跟帅姨在一起了 什么 帮帮帮 帮帮 来了 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吧 对 老样子 好 宽面条一斤 好嘞 谢谢啊 您客气 你那是怎么了 碰着了 打架了 得小心啊 是 我会注意的 我先找个方舟吧 再来啊 慢走 老房 给 什么 蔬菜汤 你早上鸡汤 晚上蔬菜汤 这就怎么好意思呢 这个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一个人吃饭 这饭量可不好准备呢 那我也不能顿顿都吃一样的吧 吃完 到了 又浪费 你这是在帮我的忙 我帮你忙 得 我帮你忙 帮你忙 好 拿着 放这儿 可可 可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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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心现在怎么样了 天心那家伙死心眼 他呀估计会原谅那咋 还能原谅 他都忘了当初他是怎么被甩的吧 不就傻吗 那那王总跑哪儿去了 他还不抓住天心 我哪知道呀 那王总肯定是喜欢天心的 但是问题是 他问吞吞的一点都不主动 明明到了失婚年龄 他也没有结婚的想法不 哎呀 你说我们那个时候的人 只要觉得对方老是聊得来 就能组成家庭 哪像你们现在年轻人 这思想那么复杂 这衡量来衡量去的 老大不小不结婚 好不容易结婚的吧 动不动还闹离婚 妈 我没再说你啊 我只是想不明白了 到底是世道变了还是人变了呀 都变了 妈 来 妈 来来来来 你看 舅舅跟帅姨 干吗呀 妈 轻点 这帅姨啊 一直跟爸爸关系挺好的 但是 骄傲吗 不太可能吧 今天我把水果拿回去给姑姑的时候 刚好看到那个高帅阿姨 就在爸爸的面网里面 两个人身体都快贴在一起了 这关系 应该超越挺好的了吧 而且姑姑也说了 那个高帅阿姨 喜欢爸爸很久了 喜欢爸爸很久了 我还是不太相信 街坊邻居这么多年 而且帅姨都单身一辈子了 我跟她聊天的时候 她还说呢 很享受单身生活 怎么会突然跟爸爸好了 是啊 我也不懂 帅姨到底看上爸爸哪一点了 而且爸爸年纪都这么大了 这帅姨年纪也不小了 自己也免小孩 就那间奶茶店 挣不了多少钱 就刚好够够日子 这 不会真是要图个保险吧 保险 哥 你说明白一点 就是高帅阿姨孤家寡人的 老了以后谁照顾她 再说姚老金也是一个问题啊 我们爸的面房房子地理位置好 现在的房价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他不会是知道了我们家房子要改建的事 所以才接信爸爸的吧 然后呢 然后就是分财产 说白话一点 他接信爸爸 不会是为了爸爸的钱吧 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些都是猜测 我不觉得帅姨是这样的人 总之我很难相信 不过说真的啊 姐 那之前为什么帅姨没有对爸爸这么热情 这说不通啊 而且姑姑不是也说了吗 那 我也不知道 这 如果帅姨跟爸只是要交往的话 那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如果他们认真起来要结婚的话 那问题就多了 再观察观察吧 再观察观察吧 姐 我们保持联系 放心吧 我会看着的 天心 小龙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你不是今天晚班吗 小龙 那个 今天同事跟我换班了 天心啊 吃饭了吗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小排 好啊 让你们俩看样东西 来 走走 什么呀 我看 教教给你刷鱼 什么 天哪 你要干吗 别去妨害他们 姑姑 她是你爸 所以我才要管啊 姐 你等等我 我先回去了 给我明天来拿 谢谢 谢谢 那什么你带着点新鲜面条呢 我送你汤你就要送我面条 我们不用算得这么清楚吧 那怎么办呢 你们俩这么早就回来了 都回来了 那 那是什么 我一个人吃饭做多了 就请你爸帮忙 消灭一下 你凭什么找我爸帮你消灭一下 再说我爸年纪大了吃太多不好 还有 我姑姑已经做饭了 爸 我们回家吃吧 饭前喝汤 暖暖胃对身体好 我们家也有汤 也是饭前喝的 也暖胃 你这些却什么话 你干什么你 我 我不舒服 我先回去了 爸 回家 我要跟你谈谈 谈什么呀 有什么谈什么 老高啊 这 我们家这两个 比较任性 别放她欣赏啊 没关系的 哎呀 帅姨 帅姨其实最好了 脾气特别好 嘿嘿嘿嘿 小龙 哥 刚刚我跟姐回家的时候 又看见帅姨跟爸坐在面房里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 他要拿汤给爸喝 我也觉得帅姨平常对咱们也挺好的 但我一想到 她有可能变成咱们的后妈 我就越想越不舒服 她不可能真会变成咱们的后妈吧 姐呢 她现在跟爸在楼下呢 可能要谈点事情 你等一下 我回去 你快点回来 天忆 我回家一趟